据中共喉舍媒体报道 拥有一千两百多万粉丝的大陆网络意见领袖薛蛮子 目前因为涉嫌嫖娼被警方刑拘 这是当局继情活火、刘虎和周禄宝等网络名人被抓之后 又抓捕了另一名有影响力的网络社评界的人士 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当局是在以抓嫖为幌子整治薛蛮子 以此警告自由派网络的大V们 达到收紧网络言论的目的 分析指出中共的行径只会激起更大的名分 8月25号大陆各大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了微博名人 知名天使投资人及慈善家薛蛮子 本名薛碧群涉嫌嫖娼被警方拘留的消息 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甚至分散了民众聚焦事迹大案薄熙来案庭审的关注视线 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25号发布消息宣称 朝阳警方23号在一居民小区 将60岁的薛蛮子和一位22岁的卖淫女子张某抓获 尽管警方强调抓捕薛蛮子是根据群众举报 但舆论多认为 这有可能是中共当局针对薛蛮子的一场涉局 薛蛮子被抓的背后应该与此前的情火火事件有关 应该是罪共质疑不在酒啊 他现在实际上是要封杀网民的声音 保护这些贪官 会让网络这么揭露起来了 可能政府的每个官员都逃不脱了 像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案这些呢 他们都有很多样的淫滥的那些鬼事情 这样揭露下去 估计最终会接到中央的领导人身上去 他们出于这种恐惧 他们现在要把网络上的邻间的反腐的举报 全部把它封杀 据坊间传闻 在今年八月初举行的 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期间 中共国信办主任 出身新华社的卢伟 曾当面警告薛蛮子 说话小心点 你要不要脸 我就撕破脸 时隔还不到一个月 薛蛮子就因为嫖娼被抓 时间的巧合令人质疑 封杀不好 直接说 那就记得你跳鼓的 找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把这些网络的意见领袖 首先先把他们封杀住 有媒体人痛斥当局 抓嫖室整人 是最下座的抹黑手段 这种卑鄙的抹黑手段 比嫖娼恶劣多了 这是政府的老套路了 网民更是质疑 以薛蛮子的万贯家财 为何会在一小区内嫖娼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对此表示 通过性丑闻偷漏税整治政治对手 是政府的潜规则 胡锡进还警告民众 如果挑战政府 就会受到更严密的监管 此前拥有400多万粉丝的网络作家 慕容雪村的微博 在今年5月被消耗 网络红人秦活活被非法经营而拘留 拥有110万粉丝的知名网络爆料人 周禄宝8月9号被警方 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捕 实名举报中共工商总局副局长 马正奇的新快报记者刘虎 23号被当局以涉嫌制造传播谣言 为由刑拘 加上大陆各地的轰轰烈烈的 打击网络谣言运动 种种迹象表明 中共当局正在试图加强 对互联网言论的管控 而大V们正成为管制的主要目标 这说明这个封杀的手段在扩大了嘛 越过了边界 实际上这标志着这个二次文革已经到来了 有了些蛮的这个力 可以还把网络上很多人都抓走了 将来我估计会扩大到 所有的批评过政府的 已经现在都开始求和算账了 保护官方的谎言 打击民间的批评 大陆专栏政论作家朱建国认为 当局打压网络言论自由 即使人们因为一时的畏惧而闭口不言 但最终只会把社会的平衡打破 引发更大规模的抗争 他相信很快会有更多的民众 加入讲真话的行列 未经 Allahu 未经许再董班 稀 chat